桥委会贵宾市里贵宾云集 新任的第23届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总会长林建松率领团队前往桥委会 进行上任后的首次败会 副委员长吕元荣 桥委会桥商处处长汪树华率先接待 并招呼现场媒体 委员长吴欣欣随即也抵达副会 他除了向全场来宾详述林总会长的学经历 以及在桥界多年来的付出与贡献 也代表说明世界台湾商会的运作 借这个机会再度的向我们林总会长道贺 恭喜荣英这一个总会长 林总会长的学经历非常丰富 是我们全球台商大家的福气 那么我们的了解全世界台商 在我们桥委会所辅导的海外的桥团来讲 台商总会的系统是最完整的 建制最完整 而且辖区也最完整 那么世界台商总会下面有六个 州的州计的总会 各州下面还有各国 各国下面还有各城市各地区 所以加起来大概有160几个这样的 一个大大小小的分会的系统 这次拜会林建松的团队干部 包括秘书长 财务长 以及从纪律 国际事务 教育文化 商机促进到海外磐石等 各个委员会主委全都到齐 另外市总清商会长邱成远 亚洲清商会长吴国本也代表清商出席 林建松提出未来一年会晤运作规划 将以向上提升 向下扎根为主轴 配合各委员会运作将触角扩及到各领域 过去二十二年来都是心向台湾 我们支持政府的政策 当然我们也了解这个现在我们 蔡崇崇崇的政府面对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他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处则 对于世界台商来讲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政府的政策 我们希望能够向下扎根 传承勇气向上提升 委员长勉励新任团队 整合商会既有资源 未来跨产业打入主流 结合资源强化固有的连结关系 打入全球各地的市场 同时也要培育清商 世代交替 希望在新任林总会长的带领下 世界台湾商会能够将台湾推向世界 让世界走入台湾 台湾宏观电视陈林文中建刚台北采访报道